瑞瑞湘工所执行原民会部落产业扶植计划 最后一年串联地方部落青农还有农场规划的部落小旅行游城 今年度从文旦诱花季开跑 4、5月份以各个农场及工作方的食农教育游城 湘工所原民客长马嘉明他表示 几乎周周都有游城可以供选择 未来不排除成为常态性的地方游城 透过历年来瑞瑞部落小旅行的游城 从赏诱花喝好茶品咖啡 到各农场食农教育体验 惊险泛舟领略部落文化等等 让游客意犹未尽 而今年度的游城 湘工所也破天荒从3月份启动 让游客民众能一路玩到5月天 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部落小旅行 已经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串联了 把我们的乐乐乡各个部落各个农场 还有各个亮点都做一个呈现 所以里面的种类非常多元 有水上的活动 也有农场的体验 当然也有农业的手工体验都有 而是湘工所透过原民会产业扶植计划 推广部落小旅行 行销在地部落产业特色借此导客入村 提升地方休闲观光产业收益 推广有成更获得各界好评 湘工所也扩大办理 除了部落也串联在地农民 农场以及各工作坊来共同规划体验 瑞瑞小旅行 目前我们小旅行的营运的方式是有给我们的乡内各个有意愿参加的农场 甚至有工作室也有农民 只要他们的场地允许 还是说他们的体验的内容 有符合我们的湘工所的一些湘湾的规划 他们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伙伴 至于说我们的游城的话 我们都是授权给各个据点各个部落他们来去规划 因为瑞瑞香为平地原住民乡 有部落也有在地农产业 近几年来 湘工所也借着部落小旅行的推广 盘点地方资源也进应付筛选优质合作团队 同时也辅导成立休闲观光合作社等组织来推动 除了现有随上活动 农场体验及手工艺学习等种类多元的体验 也为游客民众两省定做游城 认识瑞瑞香好山好水好产业 而湘工所游民客长马嘉明表示 未来成为瑞瑞香常态性的旅游活动后 湘工所也将逐渐转为咨询服务平台 由合作伙伴团队来主导规划与执行游城 记者十一遇栏瑞瑞瑞采访报道